卡塔尔的滚滚财富 已让许多人改变了生活方式 从游牧转变为一种奢侈和休闲的生活 但转变有着沉重的代价 这一代价影响着21万5千人的健康 以前我正常步行到我的车跟前没有一点问题 但现在我必须得用轮椅 阿卜杜拉扎格25岁时被诊断患有糖尿病 患有这种病的人血液中糖分较高 糖尿病被称为沉默杀手 在卡塔尔 20%的人患有糖尿病 这一数字令人震惊 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 全世界有大约3亿5千万人 相当于世界总人口的5%患有糖尿病 估计这一数字在未来20年还会翻一番 以前海湾地区的食物主要是大米和肉 现在种类多多了 今年52岁的阿卜杜拉扎格 以前是个很有天赋的运动员 现在却受困在家里 只有必须经常去医院检查和治疗的时候才出门 他将终生依赖处方药物和注射 并时刻观察血糖水平 卡塔尔政府已警惕地注意到糖尿病的快速传播 并与国际伙伴一起寻找解决办法 该国政府希望通过基因分析 来确定一个人罹患糖尿病的概率 尽管未来有希望 但阿卜杜拉扎格现在仍在等着进行肾移植 如果不开展这种手术 他活下来的希望非常渺茫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